待會剛剛寫的公式在這裡 如果你在剛剛有錯誤的話 第九頁我們是日期時間函數 這邊程式碼 然後這個公式跟這個公式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個 所以同學比較容易忘記的是吧 前面這個等號一定要加等號 所以你會看這邊兩個等號是正常的 前面的等號有點像把這個結果傳回去 到儲存格的地方 他幫你判斷結果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幫你做格式設定 為False就不要做 類似像這樣 邏輯應該找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VB來做的話 那程式就是這兩段 第十一頁的地方 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兩個 那一個是還原 一個是把那個格式給加上去 那如果你打字比較慢同學 也許你可以直接拿來 然後再貼一下 或者是說將來再來把它改 記得還是要把它重寫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現在RUN像清除格式 你現在怎麼RUN都不OK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地方 適用那個所謂的 設定格式一定要清除規則才可以 所以一定要把整張清除掉 你才有辦法用VBA來做 兩邊是不相容的 那VBA我先RUN一下 如果你VBA是這樣執行 就OK了 那清除的話呢 就直接清掉 這樣就OK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會不會很複雜 其實特別注意哦 首先的話呢 我們注意來看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 你在這個後面的話打個SUB SUB的名稱也叫格式化日期 按Enter OK 接下來的話呢 其實寫的方法 跟前面也大致上雷同 我們要把那個固定SOP 跟各位講一樣 一 跟他講哪一列到哪一列 我們之前怎麼講 4I等於第二列 到 第32列 Enter兩下 打個S 不過這邊的話 會多一個 還有欄 有沒有 列嘛 那欄的話呢 是從哪一欄呢 A欄到L欄 那實際上是1到12 不過我的習慣 我會多一個 4J 所以特別說 以後如果有欄的話呢 等於什麼 第一欄 到 第12欄 OK Enter兩下 一樣打個NAS 那 記得哦 一定要打TAB鍵 因為下一階啦 那如果你不打的話 結構會看起來有點複雜 OK 好 那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要把儲存格的資料 一個個抓出來判斷 所以判斷什麼 如果 不過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If 裡面的這個資料 一定要有資料哦 如果沒有資料的話呢 那直接跳過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跳過的話 它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們第一步先判斷什麼 如果 那個裡面的儲存格 Sales 哪一個儲存格呢 它會一個一個嘛 一個一個就是先 I 豆點 再追 Sales I 追 意思是說 每一個儲存格的意思 它會先抓這個 再抓這個 再抓 一直抓 然後呢 這個儲存格 每一個儲存格呢 前提一定要不等於空的 然後呢 Enter兩下 打一個 Enter一副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裡面要有資料 你才能進到這個裡面 做繼續的那個動作哦 如果裡面假設說是等於空的話 那就跳過了 它就什麼事都不做 OK 是這樣的去述 那如果它裡面有資料 那做什麼呢 如果 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禮拜六 那一樣啦 在VBA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函數叫weekday 所以你打一個w 有沒有發現 w就出來了 weekday 那瓜胡之後跟他講說 你幫我檢查一下 那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就是Sales的I列的追覽 這個一個一個儲存格 你幫我檢查一下 如果它裡面是等於7的話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然後 oh then 做什麼 幫我做一件 endif 一樣先把endif先打一下 就是幫我把它的底色 有沒有 字的顏色先改 如果禮拜六 那我希望呢 它的字的顏色 幫我改成那個什麼 深綠色 OK 就這一個好了 那可是問題深綠色 RGB應該怎麼下 對不對 深綠色 隨便選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呢 如果你不知道深綠色 你就直接再點一下制定 你會發現 深綠色好像是 0 153 乾脆整數好 100 深綠色 那如果淺綠色的話呢 你會發現嗎 剛好 那不然乾脆的 這個就是淺綠色 那不然就是什麼 100 100 那中間綠色的話呢 那中間綠色的話呢 25 所以如果是0 100 0 那就是深綠 那淺綠的話就是100 25 100 OK 那我們就有這顏色嘛 所以如果將來你不知道RGB 顏色怎麼下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樣 那 顏色還記得吧 那個儲存格 這字的顏色 我記得我前面有加過 點什麼 點縫 點Color OK 所以你點Color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字的顏色等於RGB 刮弧 那我剛剛講嘛 深綠色的話是0 都點100好了 取個整數 點0 這深綠色 那記得哦 這個這個最後刮弧 一定要再補一下 如果沒有補的話 那他就以為是全部的儲存格 好 再來的話呢 一樣 Sales 的底色 底色應該還記得吧 點什麼呢 點 Interior 這個 Interior OK 然後呢 點Color 這是底色嘛 等於什麼呢 淺綠色 RGB 然後刮弧 100 豆點 25 對 豆點 100 後刮弧 好 那記得 刮弧要把它補上 OK 因為沒補上的話 將來變成全部的儲存格 就變成這個底色 好 做好了 程式 寫完 禮拜六了 把紙巾看看 如果可以握它 表示 哎 有啊 禮拜六了 那禮拜天的話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哦 禮拜六寫完之後 請你把裡面的這個 一幅到一幅有沒有 複製一下 移到下面的地方 直接 到這邊好了 貼上 把它控一下 這個禮拜 禮拜天的話 其實只要改哪裡 改1 然後 這樣 一樣嘛 然後 字的 顏色 封color 如果紅色的話 應該多少 紅色嘛 R255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0 那底色的話呢 紅配綠嘛 對 然後就是 R255 255 這邊改多少 0 哎 好 那執行看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啊 以後甚至哦 如果你禮拜 一禮拜二禮拜三 你可以全部都列在這裡面就好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哦 這邊可能會比較跟前面不一樣是FOR追 有沒有 然後變成Sales的I列的 這邊就直接放追就好 如果它不等於空的 表示說它一定要裡面有日期 如果它等於空的 那就幫我跳過去 所以第一個先判斷是不是有資料 第二個在判斷什麼 它禮拜六 跟禮拜天 好 那程式呢 就撰寫完畢啦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呢 哎 我要怎麼樣把格式去掉 其實格式去掉哦 當然你可以 把這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再把它改回 我們前面講 我們前面講過啦 不過哦 用那個方法 可能 不太恰當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哦 恢復實際上就是把裡面的這些 把它的那個字的顏色變成黑色 把它的底色怎麼樣 都變成沒有底色 所以哦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物件叫做Range 還原就好 有沒有發現 你就不要用Sales哦 Sales指的是某一個儲存格哦 那如果你那個範圍全部都長一樣的話 那你不要笨笨的就一個一個慢慢慢慢慢慢把它還原哦 因為它變一個儲存格一個慢慢慢慢 那你乾脆講用範圍就好了嘛 所以我剛剛怎麼做呢 特別說 第一步哦 跟他講說Range 有沒有 Range應該顧名師應該知道吧 對範圍嘛 那從哪個範圍 A2到L32嘛 後面的話 其實有重寫一下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Range 它有一個優點 它有刮弧一樣會出現 它的Fone的Color 我要把它恢復哦 有沒有FoneColor Fone.Color 然後把它怎麼樣 等於RGB 恢復成 黑色的話 知道 0 斗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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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 一樣 你可以把這一個部分 複製貼到下面來 然後它的底色的話 就一樣 點Interior Interior的Color 可以 點Color 對 沒錯 它底色嘛 等於什麼 沒有顏色 沒有什麼 X L None 你有印象嗎 OK 好 這樣的話 執行 就恢復了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 當然你會 可能剛開始會 其實以一般來看 當然設定格式化條件 當然 可能動作還是少一點 而且不用記那麼多程式 可是你設定格式化條件 它先天就是會有很多彈性是不足的地方 它沒有辦法像 VBA 我寫完我以後還可以再延伸 我就可以一直這樣寫下去 可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就沒有辦法 而且 設定格式化條件 每做一次還是要再設定一次 但是 VBA寫完 你就可以直接去run它了 而且很多延伸的地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如果怕寫不出來 雲端上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今天的那個 格式化的日期 又向前更困難一點點的部分就是for J for J的話 慢慢 以後的話 你有J就等於是 之前是列 J是藍 OK 那以後的話 像剛剛同學有問那個畫工作表 因為我們還沒教到 所以我如果講 我怕會一下會消耗 不是那麼快理解了 因為 所以我的進度就是先小範圍 你都會的 然後我們再延伸出去 再多範圍 比如說多工作表 多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Excel檔案 甚至是在外部檔案 那這樣的話 整套串起來 你就會發現 原來其實很多地方都雷同的 一樣會有個回圈 回圈就解決什麼 你要重複出一個事情 像大量工作表要會在一起 其實 就是概念跟這個其實也蠻像的 也是跑個回圈 那就全部的資料 看你要從哪邊放到哪邊 自動動動排整齊 放在你中標裡面 所以將來你要 懂這些東西的話 我是覺得效率 提升是絕對的啦 只是說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這些程式把它熟悉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格式化日期部分